这个创意设计它是一个大的概念 那么它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用人的创造力 然后最少的资源获得最大的社会的需要 然后也能够获得更大的这种社会的价值 所以中国现在从我们的方方面面提出了很多的政策 从国家层面到省一级的层面再到城市 都有关于创意产业的这个政策 那么现在有了AI有了数字技术 应该说是一个首先它是个工具 这个工具应该说比以往的任何工具都更先进更智能化 它应该说是极大的推动我们设计的思维上的 包括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表达上 还有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上 还有一个速度上 前20年出的很多产品大概就是功能 它就是它只是使用 因为人们那会选择的不是太多吗 当现在选择多了的时候 那当然要所谓的温度了 其实温度就是表达怎么能跟人的情感进行沟通 我们跟人的这种心理的需要 精神的需要来沟通 就是我们河北有这么多非常好的工业基础 有非常宽的这样的领域 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是必须要加入的 原因就是从高质量的发展方面 这些所有的产品需要更品质化 是吧 更精致化 更产品的速度化 这个如果我们做一个产品速度很慢 是吧 当然对了 它的转化很慢 它的品质也不高 它的艺术性也不强 我想这肯定不行 所以关于温度跟数字化智能化 这是必须要强化的